那么讲述这个经呢 非常的感动 十方法界 无量众生 还有十殿炎王 都来听这本经 那么地藏王不是他的不可思议呢 大到地藏本人分六地藏 就从地狱到天上 分六地藏来度化众生 那么呢 度化的这个众生呢 在我们的房间呢 有四大组 第一组是祖先灵 第二组是长生夜灵 第三组是这个隋子灵 讲这个三大组 那么呢 怕时间有限了 我就先讲这个祖先灵 为什么是祖先灵 通过灵火上时的问世呢 跟这十几年看得非常之多 有些很多人来问世 有些人的家里 妈妈中癌症 不但如此 孩子也中癌症 一年一年的过世 很奇怪 很可怕 尤其是在马来西亚 这个病难呢 是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的严重 那么有些人来问世呢 家里的兄弟姐妹呢 都非常的苦 都赚不到钱 如果大家有建议去看 你自己的本家 家人 你的兄弟姐妹呢 跟你差不多都赚不到钱呢 还是跟你非常的好 大家都赚很多钱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大家有没有想过 有些人的家里孩子 从大哥到小妹 全部都拿这个 scholarship 奖学金 有些人的家庭呢 孩子全部就是成为流氓 小阿飞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第一个要点是因为主德 因果其中一个范围呢 我们叫祖先的功德力 如果祖先种下很多的福德 子孙兴旺 这个身体健康 生出来非常的丧严 因为祖先功德力 非常之厚 那么很多一般人的祖先呢 没有种下什么功德 在新加坡我认识一位 这个同门 他的哥哥姐姐妹妹 全部都是百万富翁 全部哦 没有例外 为什么 因为祖先有功德力 如果你看到一个家庭 全部都是大富豪 这个祖先功德力非常好 如果你看你兄弟姐妹 你怎么全部都差不多 哦 这个吃不饱饿不死 这个样子 因为功德力 祖先功德力不够 孩子呢 生了一个不会读书以外 生四个都不会读 继续生也都不会读 这个又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就是祖先的功德力也不够 如果大家研究到这个人生 研究在这一点的时候呢 因为祖先本身 我们人啊 虽然用这个肉眼是看不到 我们人的磁场 可是你知道我们人的磁场 其中一个磁场的影响力 最大的是什么磁场吗 是祖先灵的磁场 我们背后的这个磁场 牵着不可说是祖先灵的磁场 会影响我们的智慧跟福报 如果我们的祖先灵 很多的祖先以前犯业 在地狱之中受苦 一直喊叫喊苦 他就在想 我几时可以等到我的这个归孙子 痛呆 做人可以帮我做超度 他就在那里念 一直念 一直有这个怨恨 在等等等等 我的子孙 唯有在沙婆世界 能够帮助我们的祖先灵 唯有我们特别人生 有这个大的机缘 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祖先灵 所以如果我们有些人的祖先灵 一直在地狱受苦 在世约受苦 那么呢 活着这个孙子子 又没有修法 你就会碰 就头胎的这个家庭 就是每次开刀 中癌症 有病痛 因为祖先灵 全部在地狱的 这个业力太重 的磁场 干扰到这个子子孙孙 所以这个六地上 是一层一层度 是什么意思呢 像我们昨天 是从地狱到开始度 如有祖先在地狱到 由这个地藏王菩萨 放光加持我们祖先 我们祖先啊 百千万劫难遭遇 终于遇到我这个乖孙子 能够在这个六地上 跟我这个超身超度 所以这个祖先啊 你整盘的这个祖先 在这个地狱 在昨天的这个超度之下 能够见到佛心 能够归于 师尊和地藏菩萨 往生清净佛土 你的祖先一从地狱离开 很自然 你的这个阳间的居士 阳间的子孙 你的病难 会一坛而消除 如果你的祖先是在二轨道 今天地藏王菩萨 金刚宝地藏王菩萨 在放光加持我们的祖先 如果在地狱的话 今天往生净土 那么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你的事业 你的子孙 这个吃得饱穿得软 你就不会愁 我今天赚够不够钱 明天吃饭吃粥要靠水 又在家经济不景气 我就觉得经济不景气 大家不用怕 因为是我们真佛秘法 我每次讲一句话 经济危机不落我家 对不对 那么我就告诉这个师臣离藏士的同盟 在六地上的含义非常深 而且言教不如神教 言教我们每次说地上很伟大 师尊很慈悲 什么叫做神教 神教就是由我们这个子孙 每一天来参加这个六地上的法会 我们意念着我们痛苦的祖先 每天我们就在这里 帮我们的祖先 百节万节难遭遇 终于等到这么的一天 我们要不要帮助他们 一定要嘛 不但如此 我们还要告诉更多的亲戚朋友们 各分堂同盟也好 外地的同盟也好 都要讲这个六地上的不可思议法会 为什么是我们一层一层的度 过了这个七天 在新加坡 过了这个七天 大家会感觉到非常奇怪的事情 你的身体全部变得很轻 你的身体为什么会变得很轻 因为你一道一道一道的祖先 全部超越苦难 非常的欢喜 所以他们的苦 冤气全部消掉 你的人呢 你的子孙就变得非常轻 过了这个七天呢 你就是呢 求人不如求己 就是自己呢 改变命运 自己呢 帮自己的祖先做超度 自己呢 能够生起这个菩萨心 来救度我们的祖先 慈善 开始于自己的家人 那么慈善呢 也开始于我们的祖先了 这个地主的祖先 所以一定要报 那么我就跟师神 离仗师的同盟讲 报名啊 不要以为 就是说 哎呀 不舍得报啦 每次唐要做这个法 我要报名 心很痛 这个是同盟的想法 我很坦白啦 对不对 笑声就是同意 对吗 我就告诉大家 你知道吗 你报名才多少 量力而为就好 你报名这个 这个 报名啊 这个钱是代表什么 种下你的福音 帮你的所有 不可计算的祖先 种下他们的福音 你才有这个机会 报名 如果没有这场 六地帐你要报 去哪里报 而且呢 这六地帐法会 在台湾是首次举办 在中关堂 大转法轮 所以每次呢 超度呢 有一个很深的含义 其中这个祖先林 还有时间可以讲吗 那么第二组呢 就是长生夜灵 祖先林讲完就讲这个长生夜灵 那么长生夜灵 每个人都报我的长生夜灵 我很讨厌他 他就给我主打 主爱 很多的主爱 我报他给超度 所以赶快走 赶快掌控来走 我的命会好 对不对 大家心里是不是这样想 有些是这样啦 有些是有些就不是 那么呢 长生灵本身是怎么来的 大家懂吗 大家懂吗